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七 同是木材生意 隋朝末年认识了唐开国皇帝李渊 作为一位精明的商人 武士霍同样表现出超人的政治头脑 他不但向李渊提出过起兵反随的建议 而且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李渊极大的帮助 可以说 武士霍对大唐的建立立下了汉马功劳 其此武士霍曾被唐太祖封为祝国公 武士霍原配相李氏 先后为武士霍生下儿子袁庆 袁爽 相李氏生第三个儿子时 武士霍正陪伴李渊征战沙场 或许是疏于无人照顾 第三个儿子不幸夭折 或不担心 悲痛过度的向李氏不久也离世 李渊建立大唐后 感念武士霍对大唐立下的汉马功劳 于是 亲自为官军的武士霍章的亲事 李渊并非随随便便为武士霍章 一个半 他牵线的这门亲事是隋朝皇族 杨达之女杨氏 而杨达的哥哥 就是著名的关德王杨雄 杨氏与武士霍结合的最大历史意义 就是生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杨氏本是一位吃斋念佛的居士 初有不嫁之心 早早熬着 成了当时的圣女 李渊作梅 答应杨氏过门后 依旧可吃斋念佛 如此才促成这门亲事 杨氏自己的堂兄 杨雄之子杨氏道 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 贵阳公主的驸马 杨氏44岁与武士获成婚 贵阳公主施主婚日 杨氏过门后 先后为武士获生下三个女儿 长于武顺嫁贺兰月时 四女武则天 三女武士下嫁郭孝胜 贞贯九年公元635年 担任荆州东路的武士获在任上去世 享年五十九岁 杨氏带着三个女儿 历经一个多月 将武士获得尸骨 运回故乡山西闻水 武士获安葬后 杨氏领着三女儿在闻水武士就宅七审 武士获尸骨未寒 乡里失所 生得袁庆 袁爽亚兄弟 并联合其堂兄开始刁难杨氏母女 他们先是不给杨氏这个后娘好脸色看 处处挑剔 后来发展到常常欺负武则天子妹发 不是打骂 就是不给饭吃 再到后来 兄弟家又纠集武士族人联合排挤杨氏母女 非要把他们逐出武门不可 杨氏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想到了自己的娘家 他在王夫陵前烧完香 让武则天子妹仨跪下给父亲扣头后 带着他们毅然地走出了武家大门 来到当时大唐首都长安 依然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直到武则天十四岁时 被选为太宗裁人 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起色截图 武则天母亲杨氏 荣国夫人第二位女性 秦怀和尚十大名帝之一 柳如氏 柳如氏 原姓杨 名爱 字影莲 如氏 小字迷雾 本名爱柳 因独心气极词 我见青山夺妩媚 廖青山见我英如氏 故字号如氏 后改姓柳 柳如氏是近代史上封尘中的侠女子 她的书法与绘画上有一定的造诣 柳如氏十四岁 那与吴江退职宰相周道登为小妾 因备受周宠爱的众妾相度 群妾肥宇加害脉为妓 以相辅下唐妾子标榜 成为秦怀和尚十大名妓之一 柳如氏十六岁时 认识与之同龄的年轻英俊的松江才子宋征瑜 因为志趣相投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但终究未能修成正果 与副社柱 明末江南是大夫主张改良政治的文学结社之一 领会张普认识后 柳如氏的思想及爱情观发生重大变化 他暗自发誓说 我生不沉 坠滋哀沉 然非良藕 不以为深 唯博学好古 矿带易采 我乃从之 所谓天下有义人之底 死且无憾 再后 又与松江举人南明副社领袖陈子龙相恋 陈子龙家世出面干预 柳如氏被迫离开 再后来 又因躲避阴线无赖谢三兵 骚扰并爱慕名如前千亿的诗文 惊叹之余 事不另讲 在冲破重重阻力后 前柳二人帝成阴卷 十年柳如氏二十四岁 前千亿六十岁 成就一段佳话 柳如氏与前千亿的结合 最大的闪光点是 明洪光朝富王后 柳如氏决意以身相训 并劝服同训 其夫前千亿 以水凉为由拒绝同训 前千亿便结降亲后 柳如氏的心随之而死 前千亿为了高官 甚至不惜利用夫人柳 如氏攀附阮大成 谋就了礼部尚书职位 据南明也史记载 前千亿声色自语 末路师姐 寄投阮大成 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 阮邓以珠冠一顶 价值千金 前令柳姬谢阮 且命以其尽阮 其丑壮令人欲偶 以柳如氏的风尘经历做分析 那应该是一种政治手腕和策略 但在一般人看来 那顶珠冠相当于一顶硕大的绿帽子 而前千亿的毫无气节的行为 无疑是在柳如氏已死的心上割了一刀后 又撒了一把盐 康熙四年已死 公元16655月 前千亿以86岁高龄此事 有如是十年47岁 从此 厄运便降临到这位封臣女侠身上 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 有时为了保护前家产业 顺穴立下遗嘱 然后解下腰间三尺白灵悬梁自尽 结束了自己风风雨雨 坎坎坎坎坎的一生 情形极为悲惨 而此时拒前千亿去世 即两个月 柳如氏死后 不但未能与前千亿合葬 反而被途出前家坟地 截图 柳如氏与前千亿第三位 抛弃两顶分头怀文亭氏的公事 晚清明留两顶分 娶湖男才女公事为妻 因为谭和李鸿章被罢官 然后将公夫人托付给好友文亭氏 后来文公二人有染 公事没有为两顶分生下一男半女 为文亭氏生下三个儿子 文亭氏早年在家娶妻臣氏 虽说公事对其一望情深 但文亭氏终身也没有明媒正娶公夫人 也没有那位小妾 只是外事 公事当年选择文亭氏时 想必是想到 蔡文家会扮演一个没名没分的角色 两顶分与文亭氏是晚清一等 一的大才子 要说相貌 两人都算不上帅气 公事貌美能文 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 他选择气量奔文 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对于公事的背叛 两顶分表示理解 两顶分任惠州风湖书院主讲期间 曾写有古迹一首 诗云 共郎上山头 不惜下山扫 郎爱荷欢花 浓奈苦心草 上山 下山用汉月辅施 上山采迷雾指点 历来用遗址已经分手的夫妻 郎爱荷欢花 浓奈苦心草 此处两顶分以公事夫人的口吻 发出了天地间最绝绝 最无情 最无可奈何的叛词 纵然你对我有坚真不虞的爱 此奈我还是喜欢他那颗也不美 也不高贵的苦心草 指纹停事 从这首诗中 我们能够体会到 两顶分当时悲哀苦痛的心情 对于公事的选择 请娘家极亲属持何态度呢 公事夫人的舅舅王先谦 一生都对两顶分十分赞赏 她的文集 诗集中 保存了不少根梁 顶分交往的作品 对于文庭氏 则无一字道极 她具体说到过公事夫人的兄长和妹妹 唯独对于公事夫人 亦无一字道极 可见 她对文 公结合的反感排斥之情 对于文庭氏 与公事夫人的结合 世人多事以讥讽的态度 来评论这件事情 对于文庭氏 对于文庭氏与公事夫人的结合 文庭氏的亲友则都讳莫如深 基于如此的世俗环境 作为文庭氏的外事 公事在文氏家族的地位 便可想而知 总体来说 为了心中毒爱苦心草的那份感情 公事在投入文庭氏怀抱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承受世俗的偏见和各种冷愁热讽 直到终老 对于被武氏家族驱逐的武则天母亲杨氏 以及在自己丈夫离世后 短短时间内被逼上吊的柳如氏来说 他们两位在与丈夫共同生活的日子里 毕竟拥有过应得名分 享受过正大光明的夫妻生活 具体到公夫人和文庭氏的这一段恋情 包括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受到 那家族包括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歧视 备受世人的白眼 文庭氏死后 无名无分的公事 陷入生活拮据的状态 两顶分增送他三千两银票 对于勇敢追求个人感情幸福的三位女性来说 她们在世时 与自己所爱的男人曾共度过美好时光 有此一点 她们或许就知足了 但是 相对于在丈夫离世 秦锦雅月便被逼玄良自尽柳如氏来说 相对于一生无名无分 备受各方歧视公事来说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 无疑是逆袭的典范 千百年来最最幸运的女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